大家好 这里我关于这颗模型的控制卡 最近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叫试切功能 它的一个演示 在那个新的打包的软件里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试切开关 打开之后 试切功能就有了 这个实际上是用了手的那个编码器 来控制这个那个进给速率的 所以打开之后你看到那个进给速率变为0了 0的时候就没办法往前走了 这个是在那个JK模型的插件里面进行的特殊处理 好 我先把它关掉 把基代码加载好啊 这里我已经加载好了 加载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那个试切开关打开 打开的时候再一点循环开始 循环开始的时候 它那个像那个直线运动的基代码 或者其他的插补运动的基代码 它都不会运行 m3m几的那些代码是可以运行的啊 现在就开启开启的主轴 主轴开始在转了 但是它不会往下运行 那这个种情况下呢 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啊 这机器在这里 这手轮在这里 手轮我就只摇它的编码器啊 大家看一下 手轮编码器摇动的时候 它就开始工作 我不摇的时候它就停下来 会有一点之后 但是一般情况下还可以满足要求 摇的慢的话是 肯定会更好一点 它肯定是 停起来也快一点 摇的快的时候 它停下来可能会慢一点 这个就是不停的摇的时候 它就不停的那个加温 一旦你那个手轮不摇的时候 它就停下来了 这就相当于 那个收购系统的一个撕切功能 我马其山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是自己琢磨的加了一个 这么一个功能 啊 现在我停下来了 现在它那个 接代码就不跑了 现在我把撕切开关关掉 它就全速进行运行了 嗯 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好谢谢